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近來最juicy的一宗新聞 不得不提何生何太 何伯和新何太的事件 因為東張西網報導76歲的何伯和內地婦人 閃婚這件事一集就給一集精彩 令到全城討論足整整一個禮拜 網民經常呼籲東張快點出逐集跟進 昨晚也有新的一集交代這個情況 可以這樣說,現在的閃婚這件事 比連續劇更好看 劇本都寫不到這麼精彩的劇情 昨晚最新一集說到何伯和何太 逐一回應網民的指控 新何太更加曬了她一對像劉昇徐這麼大的龍鳳鴨 客侄女主持 也成為了昨晚出了這條片之後 大家就去議論紛紛討論這對龍鳳鴨的事情 76歲的何伯和43歲的內地婦人 閃婚之後呢 除了東張或者不同地方的群組 也有討論這件事之外 甚至乎呢 在Facebook也有人開了這個關注組 叫做可伯與可伯老婆關注組 到現在做節目這一刻 已經有七萬多人 就有這麼多成員 其實那個情節就精彩了 甚至乎這個關注組 曾經早幾天還有人恐嚇過 誰再亂講話等等 就會有法律行動 其實近期呢 凡是有一些大事情發生 就好像之前的 譬如好像那些倒閉關注組 後來也有這個刀剎面關注組等等 那經常都會有這些情況出現 那究竟 出了post的人 或者有些人說自己的本人 又恐嚇等等 是不是本尊呢 因為現在Facebook 太多匿名的情況 那真的有些無從契效 那待會再跟大家說 那其實呢 那在這件事當中呢 其實 環節就很精彩啦 那這個連續劇都寫不到的劇本 那就是呢 那可百的老婆 走了九年 現在就相識了 僅僅三個月呢 就跟這個43歲的內地款人 就可以說閃婚啦 那些結婚禮物 連一些專家 首飾啊 等等呢 據稱就有二十幾萬 他自己做節目訪問 在東章也有說過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當時呢 可百送給他老婆 就是這個新何太的 一個結婚禮物 那然後呢 就要他呢 就給他一百萬 他搞飲食生意 那 因為這件事呢 發生了之後呢 可能呢 可百的家人呢 發現事態嚴重啦 怕他被人騙啦 於是呢 就是 小女呢 就扣起了他 和可百聯名戶口 那四百五十萬 就不讓他轉走 那網民呢 都大讚呢 這個小女做得好 對了 沒錯啦 幫爸爸扭著錢 那再加上 大家都很容易會想像到 一個七十幾歲的阿伯 貪他什麼 貪他錢 這一個劇本已經寫好了 就是 都幾明顯就是一個 就是 大陸來的 然後呢 就騙過 香港來香港的老人家 林佬呢 就是七十幾歲 貪你什麼 當然是貪你錢 一個騙錢的一個劇本 已經已定好了 所以呢 大部分的網民 都是覺得 那就是見到 何太 穿金大銀 也都很緊張些錢 那麼年齡也是一個很主要的問題啦 差幾十年 就是做得她的女兒有抓啦 那為什麼這麼快結婚呢 那麼很多人呢 都認為呢 就是這一件事就是 貪錢或者騙錢的事件啦 就是這個騙案啦 最初這個節目 剛剛出了那幾天的時間 大家呢 都是用一個 就是 支持那些子女的態度 就是覺得 對啦 那些子女不要搞到你爸爸被人騙了錢 林佬過不了世等等的言論 所以其實網民呢 普遍都是這樣看的 但是呢 昨晚那一集呢 也都見到何生何太呢 再一次呢 接受東章訪問呢 其實呢 就是 好像是反擊過網民喔 甚至乎呢 反擊了那五個子女啦 那其實呢 他就說自己呢 尤其是何太就說 之前一晚呢 就看了幾千個留言 看到半夜四點幾啦 就看到就很不開心 也都很不認同網民 對他們的誤解 那何生呢 就是這個何老伯呢 就認為呢 大家就不知道他們的家事 甚至乎呢 就形容呢 那五個子女呢 就是反派來的 就是呢 五逆的子女 不知道我們家事呢 就是外面的人呢 就不要亂這麼說 那就是呢 就很多次這樣強調呢 在訪問裡面呢 就說那些子女是反派來的 生錯他們 那就是呢 想呢 我死 然後呢 就是分錢 那因為之前他有四百五十萬 那如果有五個子女 就是每人呢 分到九十萬 那他們甚至乎呢 有說就是 就算呢 不是娶這個何太 娶第二個 他們一樣都會反對 就是那些子女呢 就純粹為了他們的錢 那就是呢 那就是呢 因為現在他們就名正言順 就結婚了 有結婚證書 那有這個繼承權 他呢 就說呢 那些子女呢 就轉走了他的錢 現在就沒有了錢了 那剩下呢 4200元 那其實呢 這個何太呢 都沒有說 拿了他 甚至乎呢 有隻錶都給他 他都說沒有拿著 現在呢 結婚呢 都沒有走到 賣了這隻錶呢 被人的子女就說 他更加壞的騙子 就是說這隻錶 我當然不賣了 賣了他就更加證明 我是一個騙子 那他也說呢 何太呢 都很注重自己 這個明星的人來的 正所謂呢 邪不能勝正 堅持走自己的路 那就是呢 何先生呢 就 在這個過程裡面 這個何伯不停 就罵那些子女 說他們衰 說他們反派 又強調了自己很多次 說就很清醒的 那麼 主持呢 就問到了 其實你們之前呢 是不是真的 拿一百萬出來做飲食生意 那些人說你騙他錢 然後呢 可伯呢 就說其實做生意 是一個共同的想法來的 趁著他這麼年輕 就先拿著一百萬出來 先就著就著這樣用 那麼 什麼時候開 他是沒有說的 但是呢 做什麼生意呢 他們就說做飲食業都可以的 那麼 預了呢 頭過一百萬呢 就預了有機會虧了 但是也不要緊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還有四百五十萬 那麼他自己就做開 飲食 不知道他做什麼飲食 不知道他是做生意 還是打工 總之他說他自己做開飲食 他就會在後面看著 個個呢都針對他 和他老婆 覺得就很心痛 他就很清醒 知道他老婆不是這樣的人 可伯呢 一力就強調自己很清醒 就沒有 好像外界那樣說 被這個 新河太壓抬 那樣說 即是呢 外界呢一直都有看法 就覺得呢 這個新河太呢 就灌迷湯 就迷魂了可伯 那他自己呢 一再強調自己很清醒 那些錢呢 我自己找回來 那些子女呢 就反而就是偷他錢 轉走那些錢的人 所以他們是反派來的 甚至乎呢 他們都說呢 跟銀行夾了 有利益 衝突 有利益書 即是他講的 可能那些子女呢 就跟銀行夾好了 哇 這麼厲害 可以這樣嗎 可以這樣夾起來嗎 那就是呢 甚至乎呢 就說網民呢 不知道內情啦 那其實 如果一個子女 或者他的子女 把錢全部轉走 他怎麼做生意呢 我還要回去國內發展的 我很清醒 那然後呢 然後呢 何太甚至乎呢 就說 你說我貪錢 就是你們太膚淺了 那看得出呢 真是一個很厲害的女人 都挺懂得說話的 那麼他又說呢 這個老公就 很愛惜我 給我幸福 又舍得洗 那就是呢 應該呢 那些外界來算 應該是羨慕他 找到一個好老公 而不是這樣攻擊他 就是覺得大家應該要羨慕他的 那麼他 那他 阿可伯呢 甚至乎呢 就說 誰騙我錢呢 我就很清楚的 那麼十幾歲呢 就來香港跑江湖 那麼認為呢 這個新何太呢 好老實 靠得住 那麼 那麼 何太呢 也都說 不是當他是獵物 而是當阿可伯是寶來的 反擊網民呢 的留言 那麼看到他們呢 說到網民對他們的批評呢 他們非常非常之激動的 那麼 那麼他就說呢 那個兒子呢 跟他說 即是阿可太呢 就被傳 就是之前呢 在和阿可伯結婚之前呢 已經是有個十八歲的兒子了 那麼他在這個 講到網民這樣看他呢 就說他騙錢的時間呢 他就說 原來呢 他就跟兒子呢 之前一晚都有談過說 阿叔 即是說這個可伯 就是他 通常都不會叫老爸 叫阿叔 那麼就說 如果阿叔呢 現在就被人騙了呢 那些錢就沒有了 那所以呢 那兒子呢 就說 不如我出來做事吧 那就令到呢 何太好感動 一時禁足 之前呢 訪問呢 見到他呢 好像哭了一樣 但是沒有眼淚的 那麼今次呢 說到他兒子呢 他真的有哭了 那些眼淚出來了 那真的很感動 那麼他呢 就說他老公呢 就不讓他一個人出去做事 如果去到哪裡都會帶著他 甚至乎呢 如果回大陸呢 擺攤啊 就賣煮牛肉 都會帶著他一起 那些人呢 就說他呢 就叫做 叫做 叫做 叫他叫做 叫叫 printed 叫 Кар讀 那些оньer 就是名叫 那麼呢 呢 那些人就叫去 那些人就叫做 所以他就很開心了 但是在節目最後 有預告說下一集會說在殷田村街市裏 有網民就爆他一個機心女 就應該猴住了可伯很久 到底是怎樣呢?當然大家看看下一集才知道 他在最後之前 在節目截稿之前 何太已經將對龍鳳鴨賣了來應付難關 他騷擾龍鳳鴨賣出來給大家看 是證明給大家知道可伯是真的很愛他 很疼他 到底有沒有賣到?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他是不是騙可伯更加他自己才知道 但是在這個東張西望這幾天的節目裡面 可以這樣說 可伯和可伯老婆 即是新何太 都可以成為了東張的王牌 大家知道東張西望在近十年裡 都跟愛回家一樣 都成為了TVB收視唯一的保證 即是說他拍劇都不夠東張西望 或者愛回家這麼多人這麼受歡迎 收視率一直保持著很穩定 一直以來都是TVB的王牌節目 今次可伯和何太 就是王牌節目裡面的王牌 可以堪聲是王牌中的王牌節目 即是說大家這陣子看東張 追劇地追 希望大家快點 很多網民呼籲TVB 快點去訪問這兩個人 繼續去了解 繼續去炒花生 其實不止TVB 很多KOL都專門在可伯和他老婆住的屋邨裡 做直播說這件事 當然TVB當然會繼續吃著這條水 繼續讓大家剝花生 令我想起這件事 就像我小時候 今天看得真一點 即是解剖外星人 絕對有異曲同工之妙 將一個解剖外星人的節目 重複又重複 重複又再重複 慢慢抽屎剝繭去解剖 其實今次就不是解剖外星人 而是解剖何生何太的 恩恩怨怨和子女的爭產事件 其實可伯和健在 這麼快就爭什麼產 不過就成為了大家當連續劇 這樣看的一個王牌的節目 似乎這一花生就是很久吃了 我覺得同樣都是類似一些 叫做年紀大被人騙錢的故事 這件事似乎比之前 機哥李隆基更加juicy 為什麼呢? 因為真人真事版 之前來來去去 都只有李隆基自己一個人說 或者外界的人 不關事的人 去說李隆基 然後就炒熱這件事 今次就不同了 有幾個角度 本尊何百 和他新老婆 那些子女又會有一些言論 然後又有個關注組 有幾萬人 現在就訪問街市的街坊 說這個何太怎麼捕捉 當他是捏蜜 去看這個何百 最後再說一下這個關注組 因為現在在網上 自從有這些關注組之後 Facebook也沒有專門去管制那些叫實名 很多時候其實你要看到 有很多叫匿名參與者 就出post留言 大家是比較難去分辨 到底在這些關注組裡面出post的人 是不是除了翻身有之外 真的有涉事的當事人 是他本尊 大家是很難分別的 在做節目這一刻 看到大概兩小時前 就在這個關注組裡面 就有聲稱自己是新何太 即是這個本人 就說 看完整晚留言 忍無可忍 就在一個平球跟大家分享 無論如何都會和可百打風打不掉等等 因為之前也在這個群組裡面 有人聲稱為可百的子女 想約可百吃飯 在群組裡面說 那些是不是可百的子女 又是不知道 但現在這個新何太就出post 就說 他是同意你和可百吃飯 但是一個條件就是 任何這五個子女 要和可百吃飯 都要叫他一聲母親大人 承認我是你的母親 他們做到 就會同意他們可以給可百吃飯 當然大家就罵爆他 你憑什麼 你又不是媽媽 人家的媽媽已經走了這麼多年 你憑什麼叫人家叫你做媽媽 你又不是他親生老母等等 但最重要的就是 這個是不是真是新何太 真的成為一個疑問 大家好像似乎 又沒什麼理會 既然你告訴我 你是這個新何太 代入了個角色 那些人就儘管用了這個人物設定 當是看電影 照去罵他 其實這個似乎 好像是近期 在這些Facebook上面 關注組的一些網絡生態 大家都不是很求真 總之有個人 反正都是cosplay的角色 扮演的 我理得你真還是假 我理得你誰對 最重要是花生吃 你說你是誰 我就會留言 罵爆你 你既然是那個角色 我就代入氣 跟你一起 跟著你一起玩 無論你是不是子女 也好 你是不是可牌本人也好 我覺得其實這件事 我們外人純粹只能吃花生 內情是怎樣 真的很難去界定 但是相信 東張也好 或者外界暫時這顆花生 吃得這麼過癮 整個星期都還在熱烈地討論 現在不單是香港的討論區 甚至國內 台灣 都已經有幾百個帖子 在說這件事 可想而知 雖然大家還是覺得 TVB現在沒有人台 又什麼又什麼 又說它是老人台 但是他們報導出來的事 仍然都是受到大眾的關注 似乎他們的影響力 仍然存在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TVB的影響力 所以現在有些什麼事 都是那句 報東張 就好像已經成為大眾發聲的一個渠道 至於聽到做節目的朋友 對於可伯何太這件事 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下你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